哇,這裡的狗這麼囂張 蛤? 拍就走喔 看看,馬田出來了 你看我的頭髮 再加上我的眼神 你就知道,現在呢 是一朝早 所以我們今天首先去吃早餐 他們有一種叫早餐店 現在吃了一些東西,草莓套餡 就是果醬和麵包的味道 沒錯,多少錢呢? 這個東西,13元 之後呢,就做蛋餅了 我叫了粟米蛋 裡面是粟米和蛋 然後呢,就到這個了 應該是燒餅 你看看,這邊呢 是這樣的 我叫了肉鬆蛋 裡面呢,有肉鬆 有菜 有蛋 最重要就是 有一個層美乃滋 哇,這個早餐好像很肥 外面是吃一層 外面是吃一層 我用來烤食的酥皮 是用來烤食的酥皮 暫時的最好吃 我的一小步 你的一小步 環保油 要我做起 這裡有一隻 清潔龍 叫了呢 這個培筋蛋 就是煙肉 哇 就是有些煙肉和蛋 都是有醬 其實只要這間店的醬 做得好吃 其他東西都是現成的 所以 研究好醬就OK 最後一碗 通常呢 每一間店 都只是賣這幾樣東西 有些地方呢 又會有蘿蔔糕 大多數都是多士 蛋餅 看不到包 三文治 這幾樣東西 就每一間呢 都必定有的 這個呢 叫做 娛樂餅 其實是一塊 蛋餅 這樣的東西 然後呢 又會用三文治夾著去 然後呢 蛋餅裡面呢 又夾著蛋 然後還有一塊芝士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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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討厭 我來台灣呢 有一種味道 我很討厭 就是呢 一種很假的 它們歸類為芝士和奶油味 但那種味道是超級超級 超級假 純化學味道 其頭那種化學的味道 你是在香港任何食品你都找不到 我對上那次見到這種食品的味道 就是在那些鮪魚的那些鮪魚 我還記得它的化學名稱叫 月姬麥芽醇 然後呢 是超貴的 只是呢 一塊手指尾甲 那麼多的 然後呢 你整個東西呢 都會呢 充滿了那種化學味 然後那些魚是很喜歡吃的 所以賣得很貴 我們票選了早餐心水推介燒餅 還有漢堡包 因為裡面有特製的醬 所以很吃 我在看新聞 超級怪 剛剛呢 一共叫了五樣東西 還有兩個飲料 那加起來呢 大概是180塊台幣 那就是四十幾塊港幣啦 大概 那就已經叫到呢 完全吃不完 成台那麼滿了 那所以呢 是超級便宜的 如果普通食呢 應該是幾元至十元八元呢 你就可以呢 完成一餐啦 登登 馬田出來了 我們今天呢 來到台灣的美食展 看看呢 和香港的有什麼分別 但是呢 我們遲到啊 這裡呢 通常呢 這些墊呢 超級早就收了 六點鐘就會關門了 所以呢 他買票的時候還問我 你真的要進去? 你真的要進去? 我們關門啦 你真的要進去? 明天再來啦 我說不行 No 現在要進 馬上進 現在馬上進去看啦 看啊 超多東西買的 這張都是新鮮的食品 可以馬上買來吃的 真 看啊 超大的蛋喔 這是什麼 這是雞蛋 鵝蛋 OK 謝謝 鵝蛋 這裡是四分之一隻 它比平時的蛋呢 大有三分之一的 而且呢 你看它的蛋網呢 很淺色 但是蛋網的部分呢 超多蛋白的部分超少啊 這麼硬啊 蛋白很硬啊 蛋網就差不多 和平時的雞蛋 但是蛋白呢 硬很多啊 是秋葵雪糕和地瓜葉雪糕啊 有啦 地瓜葉雪糕 秋葵雪糕 咬一口先 奶味 誰打誰呢 分不到啊 應該白色這個是秋葵 對 對 完全吃不出 奶味 很少秋葵味 還有沒有秋葵那些滑散散 完全不像 就是這樣啊 喔 這裡呢 全部都是熟食的區 全部都可以馬上買來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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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呢 跟香港那些美食展 最不同呢 就是香港那些呢 大部分呢 都是類似山科場 這樣啊 大家呢 都是呢 目標就是收拾 很便宜的 但是這裡呢 好似呢 就是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做檔攤的樣子 他們呢 可以做到很豪華的樣子 是真的來看東西呢 就不是逼你呢 買東西的 真的 什麼都真的 都是真的啊 是烏鷹的 全部都是真的 好極啊 好極啊 吉野家牛肉飯啊 他們剛才說呢 這裡呢 可以買一張券 那拿著那張券呢 就可以去吉野家的分店 拿到一包呢 急凍牛肉飯 上面那包牛肉 那你倒進自己家裡的飯 就會變成牛肉飯 那這裡買呢 現場就特價 300元有五包 300元五包 即是大概 每包是 60元 那就是十幾元港幣 即是那包牛肉 那你就可以呢 在家裡呢 做到吉野家牛肉飯 這裡是玩食物的地方 看一下 這塊東西呢 是可以吃的 還有這個喔 你看 這個是蛋糕材料做的 一家人 唐做的 龍貓啊 但是你看真點 有薯蛋頭的 唐做的 海底奇兵 MTB 電話沒有了 電話沒有了 這裡是賣酒的 所以是18歲的 所以呢 看著啦 好了 看完了 密集恐懼症 火龍果片 好 那走了一個圈之後呢 就發現呢 最大呢 和香港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這裡的美食展呢 真是呢 九成呢 都是這裡本土生產的東西 不如 農產品 農產品 他們會製成果乾 菜乾 做成醬 這樣 還有呢 就算有 即刻吃的東西 都是每一檔都不同的 就不會像香港那樣 每一間都在炒牛柳粒啊 煎了這些帶子啊 全部東西都不是香港生產的 就算呢 真是外製生產的 都是呢 只有幾檔呢 那些日本的檔灘 即是日本好像旅遊局 那樣介紹他們的那個縣 叫你們去那裡吃東西啊 去那裡旅行啊 這樣 還有呢 這裡的場地呢 都是和香港的會展啊 大概差不多大而已 但是你看到的東西呢 是超級多 因為真的 幫檔都不同 幫檔都賣不同的東西 就是這樣啦 好 那今集呢 就來到這裡了 記得啦 訂閱啦 加入會員贊助啦 就是這樣啦 那我們呢 有空就會去哈低伊都啦 下一集再見 拜拜 看看他們已經知道 下年是幾時了